街頭藝術或者說是城市藝術 它本身是一種瞬間藝術 我的作品最後坐在城市的某一個角落 最後被破壞掉 這本身也是作品的一部分 我叫Rob 我是一名城市藝術家 首先Straight Art 它是一種起源於西方的一種藝術形式 但是我作品的內容都是中國式的 都是中國語境下的 因為廢墟是城市發展的節點 它有一種城上其下的這麼一種作用 我把我的作品坐在廢墟上 它跟廢墟有一種內在的聯繫 這種瞬間性 不確定性 就不知道哪天這個廢墟就被產品了 就跟我的作品一樣 不知道哪天它就被破壞掉了 人物的形象取自於我的人物攝影 有的可能是在街上隨意的抓拍 然後這些素材經過電腦處理之後 印刷出來 印刷出來之後呢 我會進行進一步的繪製和剪裁 這個系列呢 主要都是一些在行走當中的這些中國人 他們是中國最普通的社會群體 其實我是一直立志於 通過他們的生活常態 去反映一定的社會現象和社會問題 我希望通過我的藝術的形式 把我的這些思考都去表達出來 我希望通過我的藝術的形式 把我的這些思考都去表達出來 我希望在家中置現這首感 我希望通過我的藝術的繪製 我們可以見到小博個對群體 再次檢討一下